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次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盈 受到香港熱南海域的一個低壓區影響 廣東沿岸地區今天的天氣就不太穩定 一起看看衛星圖像 衛星圖像可以看到 跟低壓區相關的一些雲帶 正在影響沿岸的地方 另外可以在雷達圖像看得到 香港附近都有一些雨區的發展 不過暫時來說 主要的雨區就影響不到我們 至於最高的氣溫方面 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介乎在28度至32度之間 望遠一點 在深北太平洋上空 就有一個螺旋狀的雲團 它其實是超強颱風遷巴 我們預計遷巴會在未來一兩天 甚至移去琉球群島 以及日本的西南部 至於廣東沿岸地區的天息是怎樣 一起看看雲雨量的預報圖 我們預計 隨著華南沿岸上空的反氣船 稍為增強 這個星期中期 我們的天息會稍為好一點 詳細的天氣雨漆方面 預計今晚和明天大致多雲 有幾陣遮雨 今晚和明天早上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氣溫介乎在26度至29度之間 風勢方面是吹和緩的偏東風 晚間風勢會清靜 展望方面 預計隨後一兩天 我們部份時間會有陽光 這一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